大家好,我是凯罗公子 今天我们讲的电影是《恶女》 本篇获得了第十六届纽约亚洲电影节最佳动作片奖 废话不多说,咱们开始放片 花爸和他的好几友王老五偷了一块宝石 花爸告诉小花,也就是本篇的女主角 以后结婚了,爸爸会把这个宝石给你做嫁妆的 然而,没过几天 王老五带着吹鼓哨的人进来 拿走了宝石,并且用铁锤砸死了花爸 小花躲在床底下,他不明白 为什么爸爸交出了宝石,还要杀了爸爸 他发誓一定要为爸爸报仇 王老五独自一个人这次回到房子 因为宝石被吹鼓哨男的拿走了 自己回来再找点值钱的东西 结果呢,发现了小花 于是就把小花卖给了高官 恰好有位杀手杀掉了这门高官 与此同时,小花拿着手枪直接杀死了高官的手下 这门杀手一看,好苗子啊 于是就带走了小花 这门杀手咱们叫他大叔吧 经过十多年魔鬼训练 小花成了一位顶尖杀手 终于有报仇的能力了 快速找到了王老五 结果却中了陷阱,被绑了 而且告诉小花 杀你爸爸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哦 这时大叔遣了相救 毕竟姜还是老的啦 三下五除二搞死了王老五这些人救赎了小花 然后两人感情快速升温,准备结婚啦 但是在结婚后没几天 大叔的好兄弟二手为了解决小花的杀不仇人 却被人抓住了 大叔迅速前去相救 结果小花等来的却是二手带着大叔的尸体 好不容易给父亲报了仇 现在自己唯一的爱人和寄托也死了 所以小花就独自一人来到了敌人的脑窝 对方在小花枪击和尖刀下一个一个的狗蛋 最后经过惨烈的打斗,等于搞死了所有人 而小花受伤严重被警察抓了 国情局通过监控看到了小花的打斗场面 感叹,这女的很能打啊 我们可以内部吸收培养她当秘密杀手 于是负责培养暗杀的部门接走了小花 给她做了整容 小花找到了机会逃跑 碰到做饭的舞台表演的化妆党 然而他们就像看戏一样盯着她 最后被短发女打了一枪 同时小花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 而小白想做小花的监视员 每名杀手在外面的生活执行任务时 总之都会派一名监视员 短发女士这个暗杀训练部门的部长 以后我们就叫她部长吧 小花现在已经感觉着生活没有意义 一心求死 而部长告诉她 恭喜你,你已经怀孕了 就算你不问自己着想 也要为自己的孩子想一想 并且你放心 只要你为我们服务十年 以后你就自由了 小花懵逼了 自己居然有孩子了 那肯定是大叔的孩子 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养大成人 所以小花在这里接受了暗杀训练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小婶女总是爱着小花的麻烦 结果被小花抱揍了一顿 小花的女儿妈妈长大 终于接受了部长的第一个任务 只要这个任务完成了 就可以带着孩子搬到外面生活 任务的要求小花暗杀一个团伙老大 经过一番打斗 小花成功杀死的目标 部长给他外面安排房子 开始正常人的生活 小白也就顺其自然住在了隔壁 先是故意和小花相撞 把自己的相框放在对方的箱子里面 好让小花归还自己 然后帮着小花叫停了婚姜车 然后再到超市故意偶遇 再次给小花松散 就这样两人慢慢熟悉了 小花邀请小白看他的话剧表演 第二天小花收到了新的任务 和小红配合偷取情报 于是两人色诱对方复制了 手机上的中约资料 但被对方发现了 对方挟持小红 要求小花交出备份资料 经过一番打斗搞死了对方 但小红却死 小花回家非常难过 小白给也安慰 慢慢的两人就开始了谈恋 开始结婚 其实小白自从小花 接受暗杀训练时 就喜欢上了小花 也是因此特地向部长申请 真心想和小花结婚 在结婚的之前 小花接受了另外一个任务 愿意举击枪杀掉一名目标 而等小花看清楚目标时 居然是大叔 他不是死了吗 为什么还会活生生的在这里 结果就故意开了几枪 放松了大叔 事后大叔经过调查 发现新郎和新娘的拼客 都是雇来的 并且认出了小花 大叔把小白和走织的通话笼音 给了小花 小花才明白 原来小白是监视自己的 瞬间感觉所有人都在欺骗自己 然后就告诉大叔有人刺杀他 大叔抓住了小侍女 部长怀疑小花高密 就准备带走他 却遭到了大叔的袭击 小花和旧准备带走自己的女儿 却看到家里发生爆炸 小白抱着女儿跳了下来 却都死了 愤恨的小花找到部长 想杀掉部长报酬 部长给他播放了他家监控的视频 原来是大叔派的手下 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和让自己认为是部长派人做的 让他们自相残杀 而唯一爱过自己的小白也死了 现在只有复仇 才是小花活下来的目标 于是找到了大叔 恰好看到大叔手下 拿着他爸爸的宝石 原来是大叔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小花开启了大杀特杀模式 用接关枪快速 杀死了大叔的手下 然后和大叔逼逼的解决 放下了手枪 两人开始用刀打 明明用枪可以搞定的事情 非要用自己的身手 然后小花和大叔 从房子里面打到了大巴上 小花变成了一伤 搞翻了大巴 最后一斧头结果了大叔 本片完 小花在女儿权人妻子 母亲的角色中不断地挣扎 被私承 被欺骗 被错爱 她爱错了人 背叛错了人 始终救不了她爱的人 在不断地失去后 她跌入了勇士流氓的人间地狱 彻底的黑话 成为失去狂默的恶语 快快关注我的微博 微信公众帐号 开乐公司